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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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这个地球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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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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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这个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告诉我, 李上讲得懂,可是思上没有证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相信古圣先行的东西,不是创造,不是发明。 孔子一生做学问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守护。 他在人语题有两句话说,数而不足,幸而好苦。 这两句话重要。 数就是说明他自己,他一生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全是古圣先行所讲的,他只有数,没有创造,数而不足。 没有创造,没有发明。 古圣先行怎么说的,我也怎么说,我也怎么修,怎么修。 统统是遵守古人的。 后面说,先好苦。 我对古人的语传,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 喜欢古圣先行。 喜欢古圣先行的教会。 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 我们现在人说要创新,要有自己的东西。 不可能说别人的东西。 自己要创新,要创新错了。 念释迦牟尼佛。 开悟之后,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跟空老夫子一样。 也是数而不足,兴而好苦。 《华严经》在《经体》里面,清凉大使,给我们说得很清楚。 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一切经,都是古佛所说的。 他没有在古佛所说经典上多加一个字。 你们想想,什么叫圣先呢? 圣先跟一般人不相同的地方。 一般人创新发明。 圣先人夜深没有创新,没有发明。 个性能儿耗苦。 正确。 圣先人所证得的,是圆满的。 像一个月一日,求一个月一日。 你在上不能加一点。 你加一点,它就不圆满。 就不圆满了,你也不能再说,这个是少一点。 真正做到不能增也不能解 它是圆满的 那是仔细 前人所证得的是圆满的 你一经人所证得也是圆满的 圆满跟圆满 圆跟圆决定是相同的 肯定是不增不解 这是对的 所以我说三明主义 要救三明主义 要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 加进去 三明主义就是好东西 民族主义要加 孝体中心 人懂得孝体中心 民族大团结 不但民族大团结了 全世界大团结 人要是受过离异廉耻的教育 民权主义是很好的 人要懂得仁爱和平 社会主义很好 所以三明主义就欠缺这十二个字 有了十二个字 它就圆满了 它就能够落实了 没有这十二个字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还是不能离开老祖宗 离开老祖宗 没好处 守住老祖宗的惩罚 纵然创新 基础是老祖宗的 不能离开这个基础 离开这个基础 你搞不出新东西来 必须要依靠伦理 道德 英国的教育 才能让这个世界 化解冲突 回归到安定和平 那我这次回来 是来参加格里菲斯大学 主办这个宗教 团结的会议 我还没有跟杜教授接触 我听说 这次有四十多个宗教团体 还有海外的 我们希望宗教了 能团结 带头 我记得 我在零五年 在马来西亚讲经 会议间 前首相 马哈地长老 他是 马来西亚国家领导人 也是世界 回教的领袖 我跟他见面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法师 你走过很多地方 也见过很多国家领导人 他说 据你的看法 这个世界 还会有和平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 换一句话说 许许多多人 对于和平 严肃 丧失信心 这是真正的危机 我当时给他回答 我说你把四状四情做好 就能恢复到社会领导人 世界和平 他问我那四状 我说第一个 国家跟国家 要做到 和睦相处 平等对待 第二个是 派系跟派系 就是政党 第三个是族群跟族群 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 这四个都可以做到 平等对待和目相处 冲突没有了 社会安定了 世界好 他听了之后 揍着眉头 说不出话来 我们沉默了一会 然后就说 这四状四情 是非常记守 不容易走到 但是 如果从宗教团结 就有可能 做到 用宗教团结 会影响 国家 会影响政治 会影响族群 这个话 他听懂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在新加坡 我在那里住了 四年半 把新加坡 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 真的 像兄弟姐妹一样 非常和睦 我们参加了 很多过去上的合同 这次 新加坡九个宗教 代表也来 所以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马哈迪也同意我的看法 去团结宗教 过去 我们跟宗教往来 都是做朋友 真正是 从内心以致 诚心诚意 叫朋友 没有理论做一句 所以这个团结 还是有问题 这次这个会议呢 我就提了一个意 我们大家互相 学习经典 首先从我开始 我是读 每一个宗教的经典 我都学 我跟马哈迪讲了 我读古兰经 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那 麦哈迈德是我的老师 我是他的好学生 我才懂得他的意思 如果我要是把他 对立了 他是回教 我是佛教 我这个佛教 搞他不如我 那我读古兰经 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 你自己先设定界限 就过你错了 他是圣人 我们是凡夫 我向圣人学习 耶稣是圣人 我也是他的学生 哪一个宗教里面的 串事人 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他们最好的学生 所以他们东西 我都学会了 所以我这次揭露 十个宗教的经典 里面关于人理 关于道德 关于因果 揭露这三样东西 汇集成一本 汇集成一本书 赠送给 这一次参加余会的 朋友们 希望他们呢 就他们宗教里面 也能够像我们一样 互相来学习 那这就有理论的依据 所以 世界宗教是一家了 宗教徒团结起来 好好的就推动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什么呢 就是伦理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因果的教育 能够普及到全球 世界上所有冲突都化解了 安定个和平就能够实现了 所有灾难也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这次开会的目标跟方向 我昨天跟总理见面 总理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关心 这好事情啊 我到澳洲来 是前任政府 是这个移民部长 找我来的 也是希望 我能够帮助澳洲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应该是 他们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 有这么一点经验 现在做的是越做越有信心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线光明 还没有到完全全面 所以我们佛门第一次 要做最好的示范 要做个好样子 给人看 那我们这个万全先祖纪念堂 这是第一个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他们开完会都会到这里餐馆 来看看 我们的祖先都在此地 我们在这里办活动 祖宗都在听 都没有离开 我们做后人呢 要能对不起祖宗 要能跟祖宗争光 不能跟祖宗丢人 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时间到了 今天 我的说话呢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我们这几天活动之后 我想很多同修都参加义工 很难得 这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合同 也是为真正为世界祈求和平的合同 谢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这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合同 Zither Harp Zither Harp